字幕君 请回 请回 ủ 搬 转发 他们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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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喝這瓶 上次喝了那一瓶 好喝 這次這瓶好不好喝 這瓶是文青酒 專門廠讓這瓶給文青去喝 你適合我 我都適合 我們三個都文青 首先找一個文青妹妹去喝 你這麼多給我 你是文青哥哥 你是文青哥哥 你也是 我們三個都是新一起喝 所以不是叫文青 就是見江麵 這個名字說得不錯 我先介紹一下 這瓶酒特意讓出來給年輕人 他的理念是這樣的 我們三個都年輕 很年輕 預意是否就是 我們又見到這瓶酒 一來就不用說了 先喝一杯 而且你見到它包座很有趣 它是小小的 這個大大瓶 大大瓶是被人勸酒 我賭給你 我賭給你 這個不是你喝你自己 我喝我自己 自己一瓶整瓶 喝不完就拿回家 很棒 這些可以容易放在袋裡 他為什麼會想這個方式 因為他為什麼呢 這些我們叫大號酒 大概是五十歲 四五十歲喝 他計算數 喝到七十歲都是三十年 這些如果二十多歲喝 起碼又不上來喝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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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瓶跟上次那瓶有少許不同 有少許不同 對 上次那瓶是六四的 即是三十八點二 三十八點黃金 這瓶就沒有那麼多 少一點的 即是年輕一點的 這些酒 年輕一點的 所以它亦調了 是比上甜味重一點的 所以喝下去有個 是的 這瓶是比較甘一點的 甘一點的 比較甘一點的 就是這樣 上次那瓶酒 真的醬香濃度 爆炸的 我覺得這瓶酒比較濃味 這瓶酒喝下去 就好像被人一瓶一瓶 那種感覺 很爆炸 是很突然之間 很爆炸 感覺上 但這瓶酒 這瓶酒真的比較順 我們上次說了 你之前從加拿大 然後回來做過內地工作 然後再做現在新的工作 也曾經說過 你由一個叫做 Sell size 轉了做Buy size Buy size 是不是賺很多錢 Buy size 其實不是賺 賺是賺 不是賺多錢 要賺很多不同的行業 才去篩選 去找適合你 尤其是我們做PE 即是創投 或者私募去投 私募基金 有些是未上市 有些是上市 有些可能比數 即是我們叫做Alpha Multiple可能很大 譬如很簡單 你說小鵬汽車 或者Tesla 初初那時 Valucion會很低 即是未上市之前 未上市 很厲害 Buy down 很厲害 所以要找很多行業去看 看好是否和其他行業有 synergy 才去選 選完之後 機會賺的錢是會多的 即是一個很賺的行業 但時間要長一點 即是要煮的 要的 要看好 因為沒有可能 你今天有一個行業 出來明天上市 一定要有個時間 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Sell side 和一個Buy side 他們看的東西 會不會是很不一樣呢 你Sell side和Buy side 其實概念差不多 你Buy完後 你都要Sell 這樣沒錯 對的 只是你何時Sell 所以你不可以說Buy就Buy Sell就Sell 其實Buy 我們也包Sell Sell Sell的時候 只是一個時間值 和你那個機會 那個對比看是怎樣 但如果你只要Sell 我只是看對 跟著一買一買 這樣就叫Sell 但我們不是 我們回來是一個需要時間長 要煲一下 其實好像是臭仔 有少許 要少許臭 還有為什麼公司 用我們這些老蠟肉 因為管理上比較強一點 可以把那個行業 幫助它 可以更加昇華 還有我們公司的背景 也有很多不同的網絡 可以提供 我們看了幾個東西 有些是跟我們自己本身 已經有的 很可能是有化學作用 是Chemistry 自己互相之間會帶來協同效益 一加一不是等於現在 那些人跟你說一加等於14 那你怎麼解釋 為什麼要14 一個星期加一個星期就是14天 你要是用這些 就是這樣的 將那個synergy 要有一個concept的 其實都一定要 絕對要casset 那個策略 一定要有的 通常來說 這些你找得來的東西 是你自己去找 還是 世界上那些人會走來不找 因為我們是資金池大 很多的行業都會問我們 我們想找投資者 我們就坐在那裡篩選 我們坦白說 如果你說那些 A轮那些 你聽到A轮B轮C轮 有些是天士那些 天士我們未必看 天士的我都幫他做Mentor 因為我幫四家大學都做創業Mentor 例如你A轮那些 他知道我們會投的 所以一個月可能大大話話 有十幾個proposal 在我前面 但未必每個人都會看 既然你收到這麼多proposal 作為一個專業投資者 即是專業投資者 眼光是很重要的 我也想知道 一個專業投資者 跟普通的投資者 究竟的分別是甚麼 其實我們是一個專業投資者 我們都不是叫專業投資者 應該叫機構投資者 機構性投資者 機構性投資者 首先我們要看整個macbook 是否正在走這個trend 譬如說你說電動汽車 突然間有人跟你說 我發現發明了一個馬力很大的電油汽車 是可以比火箭快 我們未必會去 還燒油 現在全世界說ESG 即是說那些sustainability 是 那些油價跌到這樣 你說全部都轉了trend 那是怎樣可以做到的 即是有些事可能短期是有利益的 但你覺得都不是在走全球的trend 你也不會理會 不會 我們不會咬 不會動咬 可能被你談一遍 但so what 可能會跟我們其他行業有關係 更加好 即是反而是 可能比我看得長遠一點的發展 即是前景要是10年 我們不會到10年出現 我們最多是7年 但我們的trend 起碼3年不會改變 即是會是一個發展期 接著到5年成熟了 未到7年的時候 我們就在未去到爆燈 即是未去到IPO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離開 但如果譬如說 最後IPO不到呢 會怎樣 我們都會去看 因為其實不一定是IPO才出現 可能會是M&A 可能被人收購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案子 當然有 絕對很多 譬如有一間大機構 他們要發展這個行業 但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把錢放出去 因為這個大機構 大的集團 他們去集資能力強 那他們就買了 即是等於人家養熟了 你就一次買回來 其實那個協助可益就是1加1 等於14 可能等於35都可以 那你自己怎樣去 怎樣去發達 那麼多個學業 你覺得在這個時刻有什麼 是比較有潛力的呢 要爭論嗎 如果你說趨勢 還是圍繞著ESG方面 ESG 你先說一說是什麼 不是這麼多觀眾都知道 ESG是什麼 其實很久 其實幾年了 都是在說環境環保 接著一定要社交業業的效益 再想什麼就是加分額 加分額 一定要那個企業管治 而環境環保 全世界都在說 不要用減排 減排 CO2 Net Zero 那些一定要環繞著那些東西 你說社交方面 我們在Covus出現之後 多少社交媒體 好像你們的櫃台 都是明明明出去了 或者Zoom已經 每個人都在用 那你沒有理由 還用回實地的辦公室的想法 那這個跟Train 又背小半 背道而設 另外還有一些 Social Media平台 開了之後 很多不同的Community 都有不同的 譬如老人的Community 也有 汽車也有 或者一個投資平台 也有很多 這個聚集了一個人群出來 另外Governor 不用說Cyber Security 怎樣去保障使用者的個人私隱 這些東西 這些每個企業都需要 這些你不投下去 找什麼投資 這些來說 我想都是一個大環境 還有可以這樣說 就是未來可能 不是說十年了 是說二、三、四、五十年 都是這樣走的 都是這樣走的 電動汽車一定要去看 電動汽車來說 很多的 我們也要看看 在過去這三、兩年裏面 你看到 給我們 小鵬理想 威來 威來 很多 少少 我上次也透露了 你們也關注過一隻東西 我們也投進去 要開股了 要開股了 首先我先說 是投資車 EV 我們的理念 就不會投資 這個項目是製造汽車的 因為那個是紅海 殺得很厲害 現在打到死 現在減價又要再剪 送這個送那個 我們的想法就是 如果投下去 第一成本很高 第二不是一、兩年可以退出那樣東西 十年都不會 因為每一個trend都會 出了新model 然後又有維修保養很多 很多 因為整個汽車行業 其實是很闊的 是包含所有supply train 我們不會投 我們投一些marginal marginal是 你駕駛電車 你都需要那樣東西的 譬如這個車 譬如舉例 我們投資輪胎 舉例而已 輪胎 每一個車都有輪胎 要不然就是沒有輪胎用 沒有輪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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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有些 我們會投下去的那些 必須 必須 就是一些叫做 我們所謂的周邊東西 周邊 所以你們一陣子 關注了一隻 我們很奇怪 咦?為什麼你們會關注呢? 就是那個充電輪 原來這隻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都是去做過一個 真的專訪 我們都第一次去接觸 原來香港都有得做的 這個行業 絕對有得做 香港很小 但是因為香港 因為我打算內地 應該內地的發展應該好很多 因為內地是大陸的生活環境 很多不同 而且他們是大陸的國標 香港是英標 還有歐洲 所以兩個不同方向 還有香港很多高羅大廈 你也知道我們公司 很多投了很多磚頭 很多商場 商場我都怕車位 香港現在只有七千多八千個 即是還未飽和 即是還有很多空間 是去安裝充電裝 有時間 是的 現在才是起步 剛剛開始 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就找了他們 不是 他們就找我們 我們一看 咦? 我們不是說的 一加等於十四 我們一把停車場給他們 他們加入已經 生意又 OK 我們始終 就算我不投 我們都會 不剪 都會擺 為什麼不左手右手呢 我都是自己的範圍 裡面控制到 第二 我們的網絡 譬如是泰國 我又聯繫了他們 泰國 咦? 泰國其實也很大 當然 那邊行汽車 你要看那個記錄 EV在泰國行得比香港 香港其實算是慢的 慢 因為地方 這條街真的十分之一都沒有 地方不行 但是這樣 2003年 政府說明要全部車都要 換了 2030 他又不是說換了 他說不再發牌 不再發牌 不再發牌 慢慢慢慢地 那你想一下那個市場有多大 你是一個叫做專業投資者 那你怎麼去選擇他 你怎麼會覺得他OK 不選其他 是否符合你剛才你說的幾個 還有很多 有自然和自然 即自然是內部 是怎樣 上次我都說過 主要的團隊 理念 做事 我可不可以說出公司的名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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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我們的忠實粉絲 應該也有看我們的節目 那間就是基石 就是Cornstone科技 8391 8391 他們幾年前就轉型 轉型就擺了這個項目 而CEO 他一直以來的背景都是高管 還以前是McKenzie出來 所以他對商量非常好 其實這間公司很清楚 只是做充電裝 你知道十年磨一劍 那把劍一定會來的 好過你什麼都做 對 其實餐牌多餐 不是代表好 成本股高 對 即是法國大餐的話 多了一塊魚 對 一定 而且他很清楚路線走 一走出來已經是香港 Number one Number one 現在我還發展到泰國 泰國都有 拿到泰國那些 OK 很多這些 還有去SEA 即是 South East Asia 還有他裏面的人 一見到做這些 就將CFO又轉過新人 即是年青那班 是很有動力 齊上齊下 我看到這隊 上次我們都跟他們聊過 我也覺得就是 他是挺有說服力的 令我相信他是先做到事 有很多跟你說 我們將會做什麼 但是問題是 計劃是怎樣 說不出 他也說到時間 我們每一次跟他開會 他都說我什麼時候 如果他說這個時間 延遲了十幾天 很清楚 這些管理是最重要的 你說到天花龍鳳 你的項目有多好 沒有持續能力的 死定 而且很實在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非常實在 他說今年還有虧錢 或者我們賺不到這麼多 不要緊 因為你那個生長期 一定是慢慢上升 上升到標 即是如果你譬如說 剛才我們都說 專業投資者 和一般的投資者 分別就是 專業投資者 我容許你短期內虧錢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絕對是 上升到一些位置 總之有一個大的盈利 給我的話 一定支持到十足 絕對是 還有ESG這件事 合營合格 去到哪裏去說 大家都受歡迎 如果拿到其他的碳排放 Net Zero Two 其實那個效益很大 香港這塊餅 那間公司發生多少 你覺得 香港其實 你有沒有想想 如果你說私人汽車 就有個市場很大 不要忘記還有公家汽車 這間公司已經開始第一步 和那些供應公司做一個試驗 就是用了電動汽車去做送貨 香港到處都有很多那些 又開始練習 你有沒有親手下去搞過 那些 那我就不會搞的 因為我們只是在那個 overseed 還有implementation 給一些idea去 只是說是這個市場很多 如果市場這麼大的 如果有一間是香港No.1 你說它會不會做呢 因為我不想透露太多 我們內部的事情 就是告訴你 這些是有能力才能做到的 那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始終有一個 叫做什麼 香港的企業 你比不知道一間什麼公司 你覺得它很棒 覺得它值得做 但問題是它海外 你至少看到香港 這個我們看的 那些investment是scales的 如果只是香港 你不會看的 它的foodprint是已經 你至少看到它是香港 是真的做事 做到 然後才出外面 出到東南亞 因為你其實最怕是什麼 很多時候就是 它告訴你 我在海外做什麼 做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 是不是真的做 你不知道 我們就知道 現在你知道 東南亞 不只是泰國 很多 越南 印尼 印尼的市場很大 印尼是最多人的 如果它那邊爆發的 是很快的 還有這些國家 其實比較容易 去 implement 新的科技 等於20年前的中國 他們 implement 新的科技 比其他國家 這個絕對是一個機會 是啊 所以你們 我都覺得 好東西 又找 就訪問一下他們 我們覺得 就是找些好東西 幾時都是想 這個很好 有時 我都向你們學習 學習 要選股票 我雖然都叫做OK 我不是厲害 但是 如果在Garry 在Garry哥面前 我是真的 拆棄 股票我們不是 我們最重要是選擇行業 因為行業 就是未來整個城市 都需要 什麼地方都要有不同的 行業支撐 我們是選擇行業 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的方向 是的 阿紀玉哥給了一個 很大的提示 就是ESG行業 就是相關的行業 還有沒有其他的行業 你覺得值得大家關注 其實很多行業 跟ESG都有一點 都相關 醫食住行 一定是有的 有些行業 譬如Carbon Credit 我們有投資 雖然那個還是 剛剛初步 不是上市公司 因為我看到 最近 你說Carbon Credit 我在電視機 都看到有一些廣告出來 就是 你用Apps 把一些東西 然後 你可以儲分 這個就是由我來的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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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鐵站也有 地鐵站MTR也有 另外一個是獨立的 MTR只是過去自己 OK 我們這些就是 民生 就是很多 醫食住行 跟民生 跟民生都是那些 OK 年輕一點的 防協已經在用了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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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用的 將來 將來 怎樣發展 將來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個Wallet 你都會有一個Wallet 裝錢 你會裝上Carbon Credit 那你會在衣食住行 裡面可以 能夠用 你用到 這個方式 我講的那些用家 App的用家 那在公司入場來說 就是 那麼多人用 我有很多Data Data 是主宰了未來的企業生命 包括Data 可以將它 駕駛不同的商業生命 所以這件 我們都會投入 我看到你有一個 生態血 你投的東西 一定是Ecosystem 對 很厲害 一定是Ecosystem 不會說配合 你說我會突然間去到澳門 開賭場 我們不會的 我們不會的 開賭場的話 現在都很難做 很難做 很難做 我真的不是身體圈 你說的 身體圈 這個很重要 因為那個就變成一加一 是等於很大 就是這樣 不過你們都很厲害 無緣無故專心訪問這個 我覺得很奇怪 很厲害 不是 都叫做什麼 我們盡量找多些不同的東西 去介紹給觀眾 對 希望觀眾可以看到一些 新資訊之外 最重要是一件事 找到一些機會 其實很多觀眾去看 都是看新聞 我們有個團隊很大 我們那個研究團隊 差不多一百人 不同的sector 他們不斷地整個世界的方向 變成我們是專業 專業表出糧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好東西 去分析 我們分析 是比較好 先喝多一杯 要你 要你 來我喝酒 這杯酒也是 這杯酒就是 最重要是喝得開心 有了 你倒了很多給我 忘記了 有養魚 喝一杯 喝一杯 是養魚 我答應你們 就送些酒上來 我下次拿些來 好 多謝嘉利哥 給觀眾 給觀眾 我們到時有些小遊戲 玩就送給觀眾 小遊戲 完成任務 又可以有一瓶 很好喝的酒 送的 真棒 那瓶留得不錯 是啊 其實也挺漂亮 好像太陽神 那隻三眼 紅色 三眼 對啊 怎麼這麼巧 我在這裡 我先推薦一下自己 是否需要代言 打進來香港 但你養魚 怎會代言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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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多我穿過這樣 你穿白色 你穿白色 我穿紅色 水穿了整個利是風 對了 哎呀 真的不成功了 我交個proposal給你 好 我們交個proposal 看看你們如果下次有些 有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可能 譬如說 如果想再找你去說一下 甚至有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分享 什麼都可以 我們這個節目 好 可以譚天說地 喝酒 什麼都可以說 最重要是我們的觀眾聽眾 觀眾 觀眾 觀眾聽眾 都有聽 有 明白我們說的方向 對 幫到大家 是我們的任務 是的 我們今天的任務 差不多要完成了 成功 成功 是的 多謝 多謝 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會找多些 不同的節目內容 向大家做一些介紹 大家記住CLS 沒錯 CLS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繼續留意 我們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將會推出的 好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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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